2023年已经过了大半,而娱乐圈中不少明星也在今年接连他访,有的翻车原因着实令人感到意外。 1.李佳琪,曾经的口红一哥李佳琪,拥有超3000万的粉丝,这几年更是稳坐直播带货的头把交椅。 不过近日,他在直播中对网友引起了诸多网友的不满情绪,直接口碑翻车了。 据悉,李佳琪当天推荐某品牌美笔时,有位网友评论说价格有点贵,哪知道他立马就有点生气了,不仅全程帮品牌方说话,还吐槽网友说这么多年工资不涨,是因为不够努力。 该事件一度承包了热搜榜,而李佳琪也因为其傲慢的言行掉粉超110万。 之后,李佳琪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道歉,但依旧遭到不少网友的吐槽。 此日,他又在直播间中哭着道歉,可网友们仍不买账,评论区里骂声一片。 一些网友认为李佳琪的道歉并不真诚,还有网友说他现在迷失了自己,只是在走公关流程罢了。 就连官媒都下场点评,让李佳琪们别再飘了,否则注定被厌弃淘汰。 二,宋佐尔,宋佐尔是童星出道,原本也是被大家看好的九五花,而且他的多部带播作品都质量不错。 但前不久,他被曝出被人实名举报偷漏税,涉及金额高达4500万。 接着各大卫视删除有关宋佐尔的物料,品牌方也跟着删除了宋佐尔的代言物料,目前官方正在对宋佐尔进行税务调查。 而宋佐尔的前公司发文澄清,表示从2020年10月起,就由宋佐尔及其家人自行管理财务资料。 如今,宋佐尔的多部带播剧,无忧度,艰难的制造等或受影响。 他还被扒出嘎戏、酒醉踢人等黑料,口碑也是直接翻车了。 3、蒋依依,同样是童星出道的00后小花蒋依依,他近日也是遭遇翻车了,被人实名举报偷税漏税。 该网友称,7月收到了稽查局检查告知书,税务局已经向蒋依依方追缴了238万余元,还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有侥幸心理。 事后,蒋依依工作室发文进行了说明,表示未能按时履行自身法定纳税义务,深感抱歉。 以后会严格把关,紧盯税务工作。 虽然蒋依依方进行了道歉说明,也完成了税务补缴,但网友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下滑严重,称辜负了原本的期待。 4、奈英,前段时间一连串的爆料,揭开了好声音的黑幕,也让奈英等导师被网友关注。 接着奈英讽刺刀郎的事件被扒出,当年奈英作为歌手评委,当众说刀郎的音乐没有审美,还说不能光靠销量,言语十分讽刺。 最近刀郎发了新歌《罗刹海事》,仅几天就有了50多亿的关注度。 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引起了一波网友讨论,认为刀郎是在内涵奈英等人。 还有不少网友跑去奈英的评论区调侃,可见奈英的确塌房严重了,评论区都沦陷了。 5、张继科。 张继科是大众很熟悉的一位国拼冠军,也是中国乒乓球史上最年轻的大满贯得主。 今年4月,张继科被曝出因赌博欠下巨额赌债。 不仅如此,张继科还拿前女友景田的私密罩抵给债主,让债主去问景田方要钱,景田也将债主告了。 该事件震惊了诸位网友,张继科的所有品牌代言也纷纷被撤,他的口碑直接翻车。 有网友扒出张继科的黑历史,他早年就曾因赌博被开除国家队,吐槽他就是一个赌棍。 据悉,官方对张继科还在调查中,此前网传他要去日本执教,外界也是议论纷纷。 6、蔡徐坤。 前段时间,歌手蔡徐坤被曝与一位C女士在KTV相识发生性关系后,该女生怀孕去医院打胎。 而蔡徐坤妈妈得知此事后,怀疑女方另有企图,一方面想要女方赔偿,另一方面还让人跟踪C女士,非法安装监控。 事件爆出后,蔡徐坤方一度冷处理,狗仔又爆出蔡徐坤私生活混乱,不止一个情人。 此后,蔡徐坤发文澄清,说两年前自己单身与C女士有过交往,两人的私事已经解决。 但网友们仍不买账,官方也提示相关品牌方和机构对其做好风险把控。 这也导致跑男泰国片延期播出,节目后期加班加点,为其打码。 不管蔡徐坤后续将被如何定性,但她对品牌方和综艺节目都造成了很大影响。 网上口碑也是翻车严重。 7、陈飞宇。 原本陈飞宇在很多人心里都是单纯大男生人设, 没想到她也出现了大型翻车现场。 她在网上被爆出与一女网红的酒店床照,令人大跌眼镜。 而照片中陈飞宇的素颜睡相,还被网友们吐槽说是无千2.0。 之后网上又扒出该网红已经结婚了,床照是其老公卖的, 还说陈飞宇曾想花200万买下这些照片,但没谈下来。 最后,陈飞宇工作室发了声明,否认其男小三的传闻,称交往期间双方单身。 该事件对陈飞宇的口碑和路人员影响颇大,甚至还被diss是小三世家。 8、李旦。 今年效果文化的House在脱口秀现场言语不当,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,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 该事件持续发酵,这也让效果文化的艺术总监李旦被牵连了进去。 大家纷纷质疑他当初是怎么让这个节目过审的。 不仅如此,官方对效果文化进行了处罚,还暂停了该公司的所有商业演出。 其实李旦也不是第一次翻车了,还有不少网友再度申巴出李旦的过往黑料,吐槽他就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人,甚至有网友认为应该封杀李旦。 同时也有网友指出,这件事不只是影响李旦和效果文化,对于脱口秀整个行业来说都有着极负面的影响。 9、闫亚伦。 6月中旬,前飞轮海成员闫亚伦被曝与未成年曾发生性关系,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与热议。 据悉,与其发生关系的男生名叫邱耀乐,两人在一起时他才16岁, 他还爆出闫亚伦生活混乱,劈腿了多位男生,令人瞠目结舌。 此后,闫亚伦发文承认并道歉,还说照片可能是修手机时外流的。 更离谱的是,邱耀乐随后召开了记者发布会,闫亚伦本人竟跑去了现场给他道歉。 舆论发酵后,闫亚伦的所有代言被取消,邱耀乐妈妈表示将对其提告, 不会姑息欺负他儿子的闫亚伦,还说要的不是钱,而是要闫亚伦负其法律责任。 这件事让闫亚伦口碑彻底崩盘,也让大家刷新了三观。 这九位明星因为不同的原因相继翻车,让许多网友们也感到有些意外。 但只能说娱乐圈的公众人物需要言于律己,爱惜自己的羽毛,从意先从得。